科學表明人類活動 正在使地球環境惡化 活動人士呼籲全球努力 扭轉殺害動物 消耗海洋 融化冰川和威脅社區的趨勢 科學家們將全球變暖 歸咎於碳排放 但一些政治和經濟領導人 對此予以否認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利用週一地球日49周年紀念日 發布衛星圖像 顯示二氧化碳實際上 使地球變暖的程度 我們所看到的是 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 正在增加 因此空氣和海洋 一直在變暖 海洋正在酸化 海平面正在上升 與氣候相關的嚴重事件 也在增加 衛星圖像還顯示 森林砍伐不僅影響 該地區的氣候 還影響地球的氣候 而且由於冰川融化 海平面上升 儘管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 化石燃料行業 森林砍伐過度浪費 和其他人類活動 對地球造成了危害 但在有利可圖的行業 施加的壓力下 世界各國領導人忽視 甚至否認這一科學發現 但年輕一代擔心的是 地球未來的狀況 他們越來越多地表達自己的看法 瑞典女學生格里塔·騰伯格 已成為全球學生行動的代表人物 她星期天在倫敦 一個名為反抗滅絕的活動上 發表講話 不應該是這樣 但既然其他人無所作為 我們將不得不這麼做 我們永遠不會停止戰鬥 我們永遠不會停止 為這個星球 為我們自己 為我們的未來 為我們的子孫後代的未來而戰 明年4月22日 是地球日50周年紀念日 丹尼斯·海斯在1970年 幫助發起了這項運動 她說2020年 將是全球氣候運動的關鍵年份 2020年地球日的目標 是盡可能廣泛的動員人們 目的是激發人們的希望 你們知道自己的政治體系和經濟體系 一直讓地球失望 但如果給他們希望的理由 他們可以要求改變 海斯正在與推特和其他社交媒體合作 發起一項投票地球倡議 以配合2020年美國大選 以及未來兩年在其他60個國家 舉行的選舉 該倡議旨在使環境問題 成為選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海斯說 最近美國同性戀婚姻的進展 新西蘭的槍支控制 以及以往全球解決臭癢的行動表明 態度可以發生變化 美國之音霍克報道 新西蘭的綿扎